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宇凤行该剧由赵丽颖林更新主演,目前预约人数已超过375万,将苏卫视发布预告片登上热搜,网友点评量了。 近日,一部备受期待的古装剧宇凤行因其先导预告片的播出而引发了广泛关注。 据网络消息,该剧由赵丽颖林更新主演,目前预约人数已超过375万,更有传言称达到400万之后将有福利爆出。 而今日,该剧先导预告片在江苏卫视播出并登上热搜,引发了观众对该剧的热烈讨论。 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赵丽颖主演的古装剧宇凤行将在腾讯视频播出,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而让我们被感期待的是,该剧是否会实现双台联播呢? 古装剧一直是赵丽颖的强项,她在之前的作品中展现出的精湛演技和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能力,都让观众对她的表演充满了期待。 而宇凤行作为她的又一部古装剧,影响力再次登上榜单,光是一个先导预告片就突破了375万的播放量,这样的影响力实在令人惊叹。 赵丽颖作为中国内地影视女演员,其演技和影响力在业界和观众中都有口皆碑。 此次她在《与凤行》中饰演女主角沈黎,这是一个充满个性和深度的角色。 赵丽颖的出色演绎和表演风格再次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同时,该剧的剧情和人物设定也备受瞩目。 根据官方介绍,《与凤行》是一部古装仙侠剧,讲述了魔戒必参王沈黎与神君行指的爱情故事。 行指神君的葛氏武功和沈黎的果敢勇猛,以及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感情纠葛,为剧情增色不少。 为观众也提供了一个充满张力和紧张感的观赏体验。 而剧中角色的设定也使得观众能够深入了解每个角色的性格和动机,从而更好地理解剧情的发展。 《与凤行》频繁登上热搜,不仅仅说明了观众对这部剧的期待,更是赵丽颖演技和影响力的再次体现。 她在预告片中的演绎,让人看到了她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全身心的投入。 观众们对她的表演赞不绝口,纷纷表示对正片的期待。 同时,《与凤行》在江苏卫视播出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观众们呼吁将苏卫视先放出预告片,以满足他们的期待。 这也显示了这部剧在观众中的巨大影响力。 各大卫视对于优质电视剧资源的争夺也让我们看到了电视剧产业的活力。 然而,观众对于这部剧的滤镜却有些失望。 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留言,希望制作方能够调整一下滤镜,以更好的展现演员的表演和剧情的细节。 这也引发了人们对于电视剧制作中滤镜使用问题的思考。 与凤行的热播预告片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赵丽颖的出色演绎和剧情的吸引力使得该剧备受瞩目。 然而,滤镜的使用问题以及卫视之间的竞争也提醒我们在电视剧制作和播放过程中需要更加注重细节和质量。 作为一部被受瞩目的古装剧,与凤行在预约人数上的突破性成就已经证明了其在观众中的巨大影响力。 而赵丽颖作为该剧的主演,其表演风格和演技也再次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这不仅体现了他在影视界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展示了他在塑造角色方面的能力和深度。 总的来说,我们期待着与凤行在江苏卫视的播出,以及赵丽颖和其他演员在这部剧中的精彩表现。 与凤行作为由赵丽颖和林更新主演的仙侠剧备受期待,这部剧目前的预约人数已超过375万,可见观众们对这部作品的热切期待。 不仅如此,江苏卫视发布的预告片更是引发了热烈的关注,成为热搜话题。 赵丽颖一直以来以出色的演技和精湛的表演才华著称,他在古装剧中的形象更是令人难以忘怀。 与林更新的黄金搭档再度合作,让观众对与凤行充满了期待。 两位实力派演员的加盟,为这部剧的成功播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75万的预约人数不仅是对赵丽颖和林更新个人魅力的认可,也是对整个剧组实力的信心。 观众们纷纷留言点评,反映了他们对剧情、演员阵容和制作水平的高度期待。 江苏卫视发布的预告片进一步点燃了观众的热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网友们纷纷表达了对剧情走向的好奇,以及对赵丽颖和林更新演技的期待。 这股热潮预示着与凤行有望成为一部备受瞩目的仙霞佳作,成为未来的收视热点。 期待这部剧早日与观众见面,用精彩的故事和精湛的演技征服观众,成为引领古装仙霞剧新潮流的立作。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